時間接近下午三點半 副總統賴清德坐車緩緩開進總統官邸 疫情嚴峻還不忘噴灑車體消毒 過沒多久其他選隊會成員也依序進入 民進黨黨主席蔡英文十八日召開選隊會 確定將徵召新竹市長林志堅轉站桃園 副市長沈慧紅選新竹 立委蔡世映接棒出站基隆 但有人很有意見 毫不留情郑保卿高分被開罵 顯示地方有多不滿 桃園市長提名備受爭議 但蘇魁卻這麼說 民進黨二零二二戰隊逐漸成行 雖然這名單要等下週三六月二十二中職會通過 才算正式提名 但林志堅空降拿金牌 已經掀起地方基層反彈 會不會步上藍營張善政後城 政治效益持續發酵 環宇新聞 宗居 廖品鈞 綜合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 並 打開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